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那么昨天呢 发现到南部地区 这个午后的雷震雨的状况 还真的是蛮严重的 那我看到的像屏东 有部分时间点 食雨量甚至于超过了100毫米 那当然它的这个高的这个强降雨呢 主要集中在山区 像凌落啊这些地方 那但是呢 那中南部地区呢 可能还是要特别的注意 好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今天的状况 今天因为我们还在 热带低压的这个环境当中 所以呢天气是不稳定的 那么短暂震雨的机会 还是偏高 而且今天呢 不限于中南部地区 北部地区呢 也是英识多云短暂震雨或雷雨 但是低压带呢 会逐渐的远离 明天开始呢 我们就可能明天开始呢 就不受这一波的低压带影响 所以今天呢 应该是这个低压带所造成的 这个水气增加 然后以及呢 热对流 这个旺盛的降雨的最后一天了 就这个礼拜的最后一天了 我们来看一下 中央气象鼠的预测 北部地区 英识多云短暂震雨或雷雨 降雨几率高达70% 白天的温度是28到34度 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震雨或雷雨 降雨几率有50% 白天的温度是27到33度 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震雨或雷雨 降雨几率是40% 白天的温度是26到33度 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震雨或雷雨 降雨几率有30% 白天的温度是27到32度 澎湖地区多云短暂震雨或雷雨 降雨几率是40% 白天的温度是27到31度 好 今天呢 天气人就不稳定 水气人就非常的高 午后雷震雨的几率还是非常的高 而且呢 午后的强降雨啊 还是特别的高 所以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了 那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台中还有澎湖 目前是28度 台南跟台东 目前是27度 高雄宜兰花莲 目前是26度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呢 是涨跌互建的 高雄公益指数呢 下跌了49点 收盘指数是40539点 跌幅0.12% 纳斯达克则只有小涨了12点 收盘指数是17370点 涨幅0.07% 标普白指数小涨了4.45点 收盘指数是5463.55点 涨幅0.08% 费城半导体 则是下跌了15.51点 收盘指数是5087.62点 跌幅0.32% 这里面呢 虽然纳斯达克在 七大科技公司当中的 苹果 微软 阿发贝 亚马逊 还有特斯拉的拉台之下呢 维持在平盘之上 但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费城半导体呢 其实反而是最弱势 的一个指数 NVIDIA呢 不但没有上涨 反而是下跌了1.3% 台积电的ADR呢 也下跌了1.19% 艾斯莫尔呢 的ADR呢 也下跌了1.82% 好那这里面呢 就说明了 就是美国股市 虽然想要力拼 延续上个星期五的 反弹的走势 但是呢 以半导体来说 就最明显的看到 开高 然后震荡走低 事实上纳斯达克标普 也是收在呢 昨天的相 今天凌晨的相对低点 好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油价 油价呢 在上个礼拜呢 已经是连续第三周下跌之后呢 那么礼拜一继续的下跌 真的反映出来 现在市场对于需求呢 是非常的悲观 纽约油球价格下跌了1.35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75.81美元 跌幅百分之1.75% 而白布兰特原油呢 下跌了1.23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79.05美元 跌幅百分之1.53% 这都创了6月初以来的新低点 加个黄豆期货呢 则下跌了百分之0.86% 另外呢 在贵金属的部分呢 那么是跌多涨少的 不过都小跌 因为大家在等待的是 这个包括了明天 日本央行 然后台北时间明天 后天凌晨 那么美国央行 以及英国央行呢 他们所公布的最新的 这个货币政策 所以呢 在观望的情况之下呢 波动幅度并不大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 小跌了2.40美元 每盎司的报价是2425美元 跌幅百分之0.1% 白银的期货呢 跌了百分之0.15% 铜的期货下跌了百分之0.96% 那么把金的期货呢 则小涨了百分之0.1% 好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呢 上涨了0.18个百分点 来到104.56% 当然这也是在观望 观望呢 美国联准会呢 最后的会议结论会是什么 而这里面又牵涉到了 对日元跟英镑 那么因为有日本跟英国的货币政策 也是不确定性啊 所以呢 现在只能说它是一个观察的走势 那美元对日元呢 在上个礼拜日元狂升之后呢 在过去上个礼拜五开始呢 止升 就开始呢出现了 这个出现了小幅度的贬值 升多了嘛 就开始出现了小幅度的贬值 今天凌晨呢 继续呢 对美元小幅度的贬值0.13个百分点 来到153.995对亿美元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欧洲 欧洲三大主要股市是跌多涨少的 英国金融出发百分比股价指数呢 是上涨了6点 涨幅百分之0.08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了73点 跌幅百分之0.98 德国富兰克指数下跌了96点 跌幅百分之0.53 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事实上没有太多的经济数据 然后也没有这个比较重量级的货币政策 因为大家在等待的呢 都是接下来的超级财报 就这些重量级的科技公司的财报 以及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联准会议 以及英国央行 还有日本央行的会议结论 所以现在市场呢都在观望 还有这个礼拜五的非农就业报告 我值得注意的呢是 昨天呢其实公布财报 虽然并不是 它的这个市值占比非常的高 但是呢比如说像是麦当劳 麦当劳其公布的财报是非常糟的 就它的营收获利都比预期要来的低 而且呢它的这个铜电营收呢也出现了下滑 但是麦当劳的股价不跌反涨上涨了3.74% 好这个是今年以来落势的股票 那么遇到了利空 然后不跌反涨哦 另外呢是功率半导体大厂 安森美半导体 它是汽车用的主要的这一个 这个半导体 它的这个获利呢表现还不错 而且今年以来股价其实相对偏低 结果呢它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之后呢 股价就狂飙了百分之11.54 好那他们虽然不是重量级的科技公司 但是呢那么这些表现过去产业很糟的 反而是在这个这个财报公布完了之后 不管它好消息或坏消息股价都是上涨的 但是上个礼拜呢是今年涨多的 不管在阿发贝或者是特斯拉 反而是不管好消息坏消息都跌 那这个礼拜呢能不能打破惯性 是值得观察 另外呢我们看到美国的公债 公债殖利率呢是明显的下滑 尤其是短天期的啊 它的一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呢 已经跌破了百分之五 来到百分之四点八一九 而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呢 已经来到了百分之四点一七一 这里面呢凸显出来呢 对于联总会的降息预期呢 越来越高 现在呢以这个VitWatch 就是利率期货市场来看的话呢 是预测经济底之前美国联准会至少会降息两码 而最有可能的时间点是九月 然后接下来是十一月或十二月 但是也有一些激进的投资者开始压住美国联准会有可能会在九月就降息两码 一次就降息两码或者是提前到七月也就是呢 后天呢就会降息一码之所以会有这些激进投资者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 有越来越多人担心就业市场的降温甚至于可能会衰退 而且美国联准会的官员也越来越关注就业市场的情况 所以呢如果因为就业市场表现不佳而快速降息的话 那市场会如何的来判断值得观察 不过至少从公债殖利率的部分呢已经反映了 好 然后再来看到的是上个礼拜虽然科技股修正 但是呢资金仍旧是勇往了这一个股票市场跟债券市场 那么按照伦敦证交所呢他们所做的统计 截至上个星期三7月24号为止的一周呢 全球股票基金呢是涌入了112亿美元的资金 虽然比前一周的251亿要来的低 但是呢那么已经是连续两周股票基金呢是净流入 债券市场的部分呢也是净流入 净流入113亿美元 反倒是货币基金呢流出了524亿美元 在股票市场当中呢资金流入呢 还是以美国市场为主57亿美元 这当然比前一周的217亿美元要来的少很多 而亚洲市场呢是40.9亿美元 欧洲是10.9亿美元 好 另外我们再来观察的是 欧盟现在呢已经传出来要针对如果川普当选的话呢 他们要针对川普团队呢要预作安排 因为呢川普已经扬言对全球呢都要加增10%的关税 所以欧盟呢为了要预作准备呢 现在他们呢根据伦敦金融时报的这个报道 他们现在这个研究之后发现如果川普说到做到都加增10%的关税的话 欧盟的出口损失可能高达1500亿欧元 那在这样的影响之下 所以他们现在希望在川普上任之前呢 就能够先跟川普团队呢先协商 那么协商说呢到底可以加购美国什么样子的一些产品商品 来缩减贸易逆差 避免加增关税 但也做了最坏的打算 如果呢最后还是被加增关税的话 他们现在也正在挑选清单 如何对于美国尤其是川普的支持者 那么这些核心选民最有伤害的商品呢 加增50%的关税 但是根据呢高盛技艺学家的评估 如果呢美国跟欧洲爆发贸易战的话 欧盟损失会比较大 它的经济成长率会降低一个百分点 美国只有减少0.5个百分点 但是呢美国的通膨会变得很严重 通膨呢至少增加1.1个百分点 而这个欧盟只有增加0.1个百分点 好这个礼拜呢 那么美国英国日本 其实最受瞩目的是日本 因为呢日本到底会不会升息 还是要等到下一次升息啊 现在呢最值得观察 不过昨天传出来呢 日本央行已经针对过去的政策 完成了重要评估 这个重要评估分析呢 目前还没有出炉 但是呢从初步的结果来看的话呢 对于过去25年呢 所采取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呢 他们认为确实市场已经整理好了 准备好了 包括了日本的消费者都已经准备好了 如果走向正常货币的话呢 也就是升息应该影响不大 这似乎已经在铺垫的 日本央行升息的步调 不过根据Bruber最新的调查 还是只有大约30%的经济学家认为 日本央行会在这一次呢升息 另外一个关注的焦点呢 则是缩减购债 他们现在每个月购债6兆日元 那购债的规模会被缩减为5兆 然后逐步的购债 砍半变成三兆 这是市场所关注的地方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非人工智慧的这个通用伺服器 现在呢也已经升温了 这是根据调研单位 Digitimes Research呢 他们所做的调查 他们现在评估呢 初步统计7月 就是第二季呢 这个所有的伺服器 包括AI伺服器跟通用伺服器呢 它的出货量呢 是已经计增7.3% 跟前一季相比增加了7.3% 跟去年相比呢 年增5.9% 都代表着整个的伺服器市场 往上升温 他们现在评估呢 第三季呢 会比第二季 还要再成长1.6% 所以年增率可以达到7.8% 但是到了第四季呢 就可能会减少 季减2.5% 好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香港 香港的房价呢 又跌 已经连跌两个月之前呢 所有提振房价的措施 似乎呢 效果是有限的 使得呢 香港的房价呢 来到了八年来的低点 好 我们来看陆港股的部分 昨天呢 是涨多跌少的 上升综合指数呢 小涨了0.95点 涨幅0.09% 深圳城市呢 则是下跌了82点 跌幅0.96% 而香港恒生指数呢 则是上涨了227点 涨幅1.33% 好 回到台湾的部分 台北股市呢 昨天在美股上个星期 大反弹的激励之下呢 开高 那么开202点上涨 盘中的时候 曾经一度大涨了 362点 但是呢 股市呢 看起来追价的买盘 不利 然后呢 这卖压 还是非常的沉重 所以最后呢 收盘的时候 只有小涨了45点 收盘指数呢 是22164点 涨幅0.2% 成交量萎缩到 4096亿元 这里面呢 在 法人的动态的部分 投信 当然还是继续的买超 买超了66.3亿元 但外资 并没有买超 反而是卖超 虽然只有小幅卖超了6.7亿元 但是呢 也凸显出来 上个星期五 美国股市的反弹 并没有激励外资 看好台股 而自营商呢 更是大幅度的 卖超了141亿元 这里面有它 避险的操作 但是呢 它自营的操作 也卖超了50亿元 那么八大行库 当然是买超的 另外呢 在汇市的部分呢 股市虽然上涨 但汇市呢 却是爆量 扁了3.9分 来到32.87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